想來抓A喔,繞了一波視野 看到的時候Betty已經被掛到被動了 兩層,布隆這邊想A交治療 被動先消失 但PBK這邊再不掛上被動以後 傷害直接懟死了 都不用住吧,布隆的被動 所以傷害直接掛了 三顆閃 掛了一個閃 這波視野繞的還是不錯 V5先發起第一波的攻勢 Forge的眼圈感到以後是 GEM可以偷大 GEM可以偷大,這一波 偷阿姆的大方兩個人 自己可能有點危險嗎 防禦他,最後點火換掉 但球哥這裡也是被KASA閃現帶走 對,球哥自己也死了 這一波 這個機會找的確實也好 現在優業 KASA在喊人,快過來讓我摸一下 哎呀摸不到 直接被小浩擊殺 或許,魂可以撿 然後這邊踢過去,但是讓三層被動 被哲立Q暈了 哎呀,他Forge來了 炎卻你們在點火的 點火PK就是 他感覺不用在這裡下來 他停車了 但是也還行吧 是的 他不停車,還有機會殺 哲立的 對 炎卻現在不會被打下來了 炎卻現在沒有被打下來這個說法 上半區 上野二打二 先打打野 對,清漢閃現大招直接找KASA KASA要倒了 這是先鋒打完以後 上半步想幫忙推這波線 被對面直接打了一個 清張力的先手 上野打中野 抱歉,不是上野二打 上野打中野 阿木木還在蹲 這波知道了這次可能也在 瑞奇想要一閃嗎 球球這一次我沒有多 還在等 Q過來 KASA 直接暈完以後想先殺G 減魂 有魂可以減了 想要回來減魂 但後續 球球有Q嗎 一個Q減速 欸,他拉到 我沒拉到 這是預判的位置嗎 感覺是想預判 瑞奇往上面走 對 他想預判一下 這很可轉 就像一滴進那樣 這把哲立後期時間壓力 還是給到V5這裡 也給了大招趕路 過來閃現大招 哇 再收回 掌握了 想直接先殺G 變大 但KASA趕到踢過去 把Baddy踢裂 Baddy感覺是死前 把自己的傷害掛完 佛里格剩下400多點險 瑞奇進來一絲險 想要過來 但是這個瑞奇 人頭沒有拿到 自己反而很危險 拿到往後一口 哇 哇 其他人這裡做佛里格 收掉嗎 沒有收掉 朱德章 我跟你講這波朱德章 究極失誤 他閃現2T腳踢了個小B 啊 他這波閃現2T腳踢了個小B 他踢到V5個B子 他閃現踢了個小B 球球的驚聲是出來了 真的沒傷害 嚴缺這種武裝 是的 他這個 一堆閃現 他沿途沒中打團 就是很厚B 而且正面的石川 大概率是會被 布隆給收下來 想動一下Folding 但是 被抓回去了 更加精深 還有大的 收回來 B5覺得這 阿牧要往前衝 阿牧先出來 等下一個Q技能 要平審嗎 平審嗎 但感覺打也沒位置 九筒還下了 但大龍進來 大兩座 後續青鋼已經進來 抓到Folding 但是輸出已經被趕走了 Gin這邊一個人追著 三個人打 把Folding的精深打出來 壓起身 一個持軍突刺 Folding還要追 一個強團激光 411暴擊 看到命中減速以後 直接閃現 媒體也是交治療 無奈倒下 殘血的喀哥給殺掉而已 就沒有內容了 只要這個Gin現在是你 根本攔不住的一個點 大球 操作 後面已經開打四打四 根本有機會把小球裂 這波上面忍著 側邊 她撿了 側邊 再轉回來 她還可以看守 剛剛一滴三 感覺敵不過 再撿了個布龍掛被動 富龍掛被動 這波盯上了 泽利 出事了 是的 來人我的修正帶呢 真場攻陷 半分鐘小龍刷新 九筒直接TP中路 伊塔 球球可以 身上有沒有那個debuff 好像沒有那個debuff 下招炸 控制抵消小號被消耗了 這個先攻九筒 確實傷害高 阿珊 阿珊直接開 能找到德里嗎 把德里殺了 德里倒了 這波小熊貓又找到了機會 有機會一波 所有人都是相信40秒 我球球這一波又立功了 感覺想要一波的 最快的是輔助25秒 這波小熊貓 有機會啊大龍刷夫也在呢 CAT 當初你打ADC 球王打輔助 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過來踢了一腳DDD 卡哥那邊欺騙是想拖時間 但沒辦法 套體個8秒鐘 應該不動一波 要冷靜要冷靜要冷靜 水晶鐵要坐門走 留給Betty點 然後最後一波 這邊不好坐門 直接撤 德里這波出了個表 有雙招 是的 這波表 現在就是看 我還不能再打出一波 讓我們高潮的團戰了 又Q過去 給阿珊的隊友能跟到嗎 阿珊開 開四個 展破那個 自己被吸回去 卡哥回去第一踢Betty 我回旋踢Betty Betty招閃線 Betty有爽無天使 在這個位置很危險 想到一絲線 折力 沒有人限制 折力白血啊 折力還在 沒辦法 起來 爆了爆了 8600的輸出 4殺 這波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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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波一邊是看折力的 折力只要不倒 V5的團戰 很難受 這波是散進化表都在 對 最後交了雙招 沒用 皮皮尬先按個表 那 弗體格要發按個表 恭喜V5 恭喜V5 最後一波團戰 讓我們回放再看一次 是的 現在也是 緊隨著 北京JDG 英特爾的一個腳步 繼續 零炮我們LPO的一個夏季賽 這波 確實 挺可惜的了 把這個團戰 把這個陣容的 團戰上限 其實是有在 遊戲的內容 打出來 這是我們喜歡 看到的 精彩的比賽內容 對吧 雖然說前面的 這個 炎雀啊 的節奏面上面來說 起的沒有那麼的好 讓我看一下最後一波團戰 對於V5來講的話 自己的強大也是有原因的 很明顯在中期幾波 被小熊貓開了幾波好團的情況下 他們還是穩住了 在最後一波團 憋住了最後的一口氣 成功的打贏了團戰 這也是V5能一直贏到現在的原因啊 主要可能也是前面坑比較大 如果坑沒那麼大的話 那一波團應該是 可以直接把遊戲 就擴大到 右邊翻不了的節奏 這個節奏啊